不得不输,2020年苏妈可谓是一期风发 不仅凭借锐龙5000系列CPU将英特尔打得是满地找牙 而且更是用RX6亲戚的显卡扰乱了VDia多年以来的显卡布局 然而AMD并未就此作罢 目前已经建置到了2022年 透露了下一代期间显卡的消息 那下面就跟超级客来看看吧 在去年AMD全年营收表现良好 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全新的CPU和GPU 但自推出以来 游戏主机和桌面硬件都一直面临着动用虚空的情况 苏妈最近也预测了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直到有新的产能到来 此前NVIDIA表示4月之前缺货情况不会有改变 在最近的VR财报中也表示 缺货情况应该会在4月之后才能有好转 从目前AMD已经发售的RX6800、RX6800XT、RX6900XT三款显卡来看 虽然在光追游戏中的表现均不敌NVIDIA的竞品 但是除开光追以外 RX6000系列的整体性能 却要比RTX30系列强上不少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亮眼表现 才得以让苏妈的信心大涨 既然现在技术已经追上了NVIDIA 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发大招了 而这个大招必将是AMD下一代的旗舰显卡 据悉AMD下一代旗舰的核心代号为Navi31 将会由台积电5nm工艺打造 也就是目前Navi21的升级版 其实核心特点将会有Navi21一样 拥有相比前代50%的能效比提升 而目前关于Navi31的部分代码 也已在苹果的MacOS操作系统中得以亮相 这也就意味着苹果将会与AMD合作 将MacOS的用户提供高性能的图形处理器 另外根据推讨用户Kip的表示 Navi31核心将会是AMD首款支持MCMO双芯片模块设置的GPU 其中每个计算模块将拥有80个计算单元 共计160个 然而更恐怖的是 其拥有的流处理器多达10240个 是目前RX6900XT所拥有的两倍 理论上应该会有100%的提升 除此之外 为了弥补RX6先系列在光追方面的表现 AMD目前已经申请了专门用于光追的相关专利 据介绍 这种专利技术将拥有基于人工智能的超分辨率技术 和深度学习采样 将会与MCMO双芯片模块一起 被用于Navi31上 至于能否逼利NVIDIA的DLSS技术 这就等实际公布才知道了 最后 如果Navi31核心确定会搭载双芯片模块的话 放在整个显卡历史上也是不妥介的 目前请有AMD的R9295X2 Radeon ProDual 以及NVIDIA的GTX6900TitanZ才采用了类似的技术 而这种技术 必定是未来GPU的发展方向 至于NVIDIA方面 有传言称下代Hopper架构的GPU 也会搭载MCMO双芯片模块 估计等到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实力较量 所以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RG强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